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有两千多只招财猫子 好可爱啊 有中文的身体性格 刚刚我们是请了一个招呼猫子 心想事成吧 我们现在坐着这辆蓝色的路面电车 它只有两节车厢非常可爱 我们乘着它沿着一路非常优美的乡间小路 来到了豪德寺 豪德寺是在微博上比较红的一个地方 据说里面供奉着两千多只招财猫 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看到的就在那里 好可爱啊 无数只眼睛在看着你 它们眼神也很可爱 都是往上翻 这里所有的招财猫都是举右手的 关于豪德寺的招福猫相传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藩主 他在豪德寺的树下避雨 这时他看见有一只猫在冲他招手 于是他就走了过去 当他离开这棵树的时候 这棵树就被雷劈中 他就觉得是这只猫救了他的性命 于是招福猫的故事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招福猫都举着右手 代表着能给人们带来一些好运和福情 刚刚我们去请了一个招福猫三号大小 不大不小吧 打开看一下 比它们的都要可爱 可爱吗 我们许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呢 就是心想事成吧 全家平安 来我们去把它放在跳一个风水好的位置 这里好了 第二排 那很多日本人呢 都会买一本自己的日注印帐 然后到日本的各个寺庙去收集印帐 就像盖通关文典一样 可以找工作人员帮你写上一些祝福的话 盖上他们的印帐证明你来过这里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好处 你的好处 你就好 你的好处 像伊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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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